7月1号,ID名为黑光乍蟹的网友发长文向景博然道歉,称不该发布毫无事实依据的小道消息,内涵景博然和妮妮是所谓的合约情侣。 该博主还表示,关于该消息大肆传播对当事人带来的名誉损害是他没有预料到的,同时他自愿将道歉声明置顶7日,接受公众监督,考虑到被告致欠态度诚恳以及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等情况。 景博然决定免除被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的赔偿责任,随后景博然工作室转发并表示,法律维权绝不姑息,对任何散播谣言的违法行为,我们将追究到底,往尊重,往善良。 据悉,该博主曾发布了内容为《我来报个料》,不想等明天了,现在说吧。 上周景博然不是和妮妮分手了吗?但是被曝光是合约情人,引发网友热议。 蒙古老新闻,网络不是法外之地,支持维权,不倒。 搭桂共我不前价了。 测灰